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自十八大后一直马步停蹄 12月25号习近平又走访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 并发表讲话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 期间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等作陪 被认为这是高层继续力挺令计划 显示江派之前释放关于令计划的谣言不攻自破 来自大陆媒体的消息说 24和25号习近平分别走访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制工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 习近平在座谈期间强调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 这个提法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历史上 这是属于这个老生常谈 但是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 它有不同的含义 在这个六四屠杀的时候 八大华庭党都出来说话 都替这个中共说话 就是说这个八大党派 它是代表了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反应 但实际上它是就像一个木偶一样 是在中共的手底下操纵的这么一个东西 时事评论员刘国华认为 在当前的形势下谈多党合作 与以往还有所不同 现在中共呢处于这个历史上 它的威望啊在历史上是最低的 中国现在啊 现在的老百姓 由于受到中共的 台湾无力的这种欺压 它的反抗啊是普遍性的 对中共的这个独裁啊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今年这个春季啊 爆发的就是汪立军和这个薄熙来的事件 同时他就把中共内部的这些 这些黑暗的这些东西啊 全都掀起来 要让这个民主党派的这个花瓶 继续让它这个发挥这个花瓶的作用 是掩饰中国共产党 美国中文杂志 中国事务总编辑武凡认为 这些所谓的党派 根本不敢违背 共产党的任何决定和措施 武凡强调 这也是中共统治的一个手段 每年都会上演的一场戏 因此对于习近平提出的多党合作 武凡说没有什么新意 多党合作是假的啦 一党独裁是真的啦 这就好像一个硬币正反两面了 一个是一党独裁 一个是多党合作 可是还是那个弊啦 一个弊的两面啦 多党合作 那些党的党魁里边的 所有的最主要的领导人 要么就是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要么就是共产党派进去的党员 此外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和中央办公厅主任 沉地战书等也陪同习近平参加了走访和座谈 除此之外 日前还有消息说 令计划将协同李源潮担任港澳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 显示现任中共高层力挺令计划 被称为胡锦涛大内总管的原中央办公厅主任 令计划现任中共统战部部长 大纪元新闻网分析 统战部是江派实权的最后堡垒 令计划临危寿命 清理江西 统战部统一战线 统一谁来统一 共产党来统一 听谁的话 听共产党的 你反对共产党的 那你就不是统战部的对象 还有一个统战部是一个情报部门 是个特务机构 尤其是海外 它的统战部不谈不但是统战中国 还统战外国人 都是欺骗 它在收买 大纪元的报道说 由于令计划担任调查王立军 和薄熙来案件的核心人物 而触动了王博的后台 周永康与曾庆红等 镇压法轮功的所谓血债帮的根本利益 并引发了他们一系列的仇视打击 周永康不仅制造法拉利事件 暗杀了令计划的儿子 还屡试黑手 抹黑他几家人 目的是让令计划在薄熙来案上收手 不要继续打击薄州政变集团